大家好,我是来自澳大利亚的苏杰纳,第四年的摩尔本大学生。 因为摩尔本还在封锁中,所以我无法带大家去看摩尔本的名书读记,可是无法是平时摩尔本比我的卧室的理念有趣得多。 我的中国朋友给我起苏东坡的苏这个信,因为他以为我是个比较有文化的人。 说实话,我觉得苏东坡我一点都不像,好像粗俗的苏会更合适的,可是没办法,我的中文名字已经定了。 我所能做的就是尝试成为一个有文化的人。 真正文化的人一定懂点书法,可是在文房四报中, 我说我只有纸,感觉我的书法不算什么。 中国有五千多年的历史,那我去看看古壮的剪视剧。 可以给我介绍一下中国的历史,也可以模仿这些嫔妃,他们一定很高雅的。 我到底算什么? 我自己的感情, 她知道吗? 她知道了。 不会把我放在心里的吧? 我用中文来解释了许多新朋友,他们有中国人,也有学习汉语的外国人。 他们带着我去了很多我自己找不到的地方,去吃平时我不敢吃的东西。 我还骄傲地发现,我居然比来自四重的朋友和她的家人还能吃辣。 不算是辣妹子吗? 嗯? 由于当下的疫情,选手们偏偏无法亲自参加今年的汉语小比赛。 可是我觉得努力并不会延免于距离。 我祝所有选手好运,也想告诉我的中国朋友。 等我能回到中国,我们一起去上卡拉OK。 我们在这里,在这里等你。